朱军性骚扰案首次开庭贤字,证人很多,中共央视主持人朱军性骚扰案,10月25日首次开庭,当事人贤字化名现身但朱军并未出现庭审结束后,贤字和好友麦梢一同接受了媒体采访麦梢,表示愿意,帮助贤字出庭作证的人很多。 广告朱军起诉贤字和麦梢同学微博宁的名誉全纠分案,25日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首次开庭,据悉当日主要进行证据交换流程,全成立经两小时庭审结束后,贤字向等候在外的媒体表示已向法院提交了对朱军的反复。 至于第一次正式开庭时间是何时尚未确定,也有可能会根据本次证据提交情况,添加一个庭前会议。 麦梢同学说,愿意帮助贤字出庭作证的人很多包括贤字出事后第一时间倾诉的同学和求助的老师以及这位老师的律师朋友贤字,表示自己有一定压力。 但是必须要克服他的父母也在背后支持现在他正努力协调工作和生活,希望能赢得此案。 告诉大家女性在这个社会的,应该要勇敢从网传视频可见。 庭审结束后朱军代表律师离开法院,时被大批媒体记者围堵与追问,但其拒绝回答任何提问朱军性骚扰案。 于八月在网络曝光,女当事人贤字发文称,2014年6月,自己在央视实习。 在化妆室单独采访朱军时被朱军革阵,依附试图猥亵贤字当即表示,抗决但朱军不顾他的阻拦直至有嘉宾进入化妆间。 贤字才得以脱身。 事后朱军委托律师,否认性骚扰事件,并起诉贤字和卖梢同学名誉侵权。 贤字一方表示应诉并起诉朱军案件正在进行中。